中部另外一名嫌犯呢 他竟然跟商家勾结 用一根大头针来穿电线 就可以A台电的电哦 十年来A的台电上千万元 这两个小小的洞 就是大头针穿过之后 留下的痕迹 就凭两个大头针 嫌犯偷电一偷就偷了十年 只要在那个电线上面 钻两个孔 然后用那个类似大头针 针那个 就是金属的东西 造成那个线路的毁路 然后把那个电流 绕到另外一边去 使他那个剂量性就会失足 透电的器具摆满桌 嫌犯终于落入警方的手里 大头针究竟如何窃电 警方破解 原来嫌犯先是破坏电表锁头 再用两根大头针穿过电线 增加回路 减少流入电表的电量 最后再用绝缘胶带缠绕固定回路 过程神不知鬼不觉 就能透电成功 它上面的电流跟下面的电流 它会有一个仪器会先测量 就是不一样就对 就是有问题 但是查不到 后来才是检查它那个线路 嫌犯就是利用这样的手法 一而再再而三和商家勾结 最后因为用电量和电费 大大缩减引来警方的注意 打开电表一看 原来背后有鬼 钓一家那个业者的来看 它是三月份用电 大概差不多八百度 可是到了七月它变了四万多了 所以比较 日常比较 比较离谱的地方 嫌犯大肆揽客 十年了 A了超过千万元 终于被警方破解 台链说该给的电费 统统要加倍追讨回来 这一位陈思源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